佛的教学,我们看它的一生,你就能完全看明白 一生教学49年,前面12年讲阿罕下证 阿罕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好比办学小学 12年,12年这个基础定定之后 再帮你提升,讲一点初级的大臣 也就是大臣法的预备办 佛经里面成为方胆,讲了八年,好比办中修 年前面12年,这是20年 20年的基础,才需要大臣 大臣是般若,跟你讲真,讲宇宙人生真相 为什么?你能听得懂 你对佛相信,跟佛20年 佛从来没有说句一句网语,从来没有骗过人 佛还能说假话吗?大臣是真难懂 你看说一切法是空的,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谁能接受?如果佛最初就讲这个,没人接受 人都跑掉了,说你头脑有问题 明明有,怎么会是空呢? 前面20年的基础点点,大家对佛有信心 讲真的,不讲假的 讲多久呢?22年 说明宇宙人生真相 最后八年告诉你,人成佛就在先前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讲到究竟圆满呢 你本来是佛 佛经这门东西,没入进去不知道 入进去就与爸爸呢 其为无穷啊 他给你讲真理 给你讲四十真相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假的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错了 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 心真假都不能放 好像我们眼睛 啊,沙子不能放 有利沙子的眼睛就得病 金刚战也不能放 沙子不好,金刚战好啊 通通不能放 自信亲近心里头 什么都不能放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一样不知道 用真诚心待人久 我决定不吃亏 那人一般人怎么想法 他对我是虚妄虚伪 我为什么用真心对他 殊不知 他用妄想对我 他是反复 我用真心对他 我是佛菩萨 不一样啊 不吃亏啊 都是我们的妄想 在做谁啊 不愿意用真心啊 真心呢 真心干干净净 一无所有 这一句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讲信心问题 对这一句要产生 决定的信心 确不可以有丝毫坏意 静动怎么能 把自己丢掉 全靠阿弥陀佛 我能不能成就 与我自己没关系 我自己能力当然不行 疗生是出三戒 贪货容易 决定做不到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专归佛林 其他八万四千法文 半信半疑亏 这个法文决定不可以 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 还差一分都不行 为什么呢 不是我自己能力 全靠佛林 靠佛林凭什么 凭四十八月 所以四十八月 一定要认真学习 那是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的 凭据 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 四十八月是这个意思 真正相信 一个字都不怀疑 那恭喜你 你这一生 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好 你就成功了 投胎 谁做主宰 你自己做不了主 什么东西做主呢 烦恼习气做主 完全凭你的喜爱 你喜爱什么 就到哪里去投胎 六道里头 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说爱不重啊 不生所谱 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 念不疑 不生进度 你的念佛林念头没有专一 你不会往生进度 爱是爱欲 男女之爱 财富之爱 名利之爱 这个东西 非常坚固 财孙名利摆在面前 你不爱吗 这应爱 那你就注定了 你是六道众生 你的生生世世 这个业力 在牵着你 在六道轮回 该发起之心 鼻寒胜空 我摸着你真发心 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我们一份念力 在其中 这个念力 变成了莲花 莲花上面 还有自己的名字 决定不会错的 将来报尽 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 经常讲得轻轻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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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